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刚和十几个本地喜欢打羽毛球的波友 就打完羽毛球你了 现在要出街买东西 趁今天天气好 因为过去几天就突然凉了几天 只有几度 今天有二十几度 总共有些太阳 随便来到这个公园 和大家去拍影片去讲话题 说之前也说过太阳华製 昨晚如果有看过上一条影片 昨晚有一批香港的朋友 开车来家折磨 在伦敦一个叫三果市场的地方 买三果 主要也想参观一下三果市场 进去原来有三条大走廊 每条走廊两边有不同的三果店铺 来自很多不同的 主要是水果三果 也有小部分的蔬菜 芫荽葱那些都很新鲜 主要看的是 参观原来这三果市场是很繁忙的 半夜12点钟 开车给人进去买东西 上个月有看过 我一条影片的公众 上个月去过一个海鲜市场 海鲜市场比较有鱼腥又濕 这三果市场比较干净 没有鱼腥又不濕 但是很繁忙的 有很多那些 好像石油气罐那些 汽车 汽车 很多步穿车 那些 后面你要看路的 走要小心看路 怕被人撞到 很繁忙的 但是三果市场 九成多都是 南亚裔 或者非洲 那些人去运作经营 不知道背后是否英国人的老板 还是那些只是伙计 还有九成多都是男性 极少有女性在做事运作 那些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看回我上一条影片 只在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拍了七分多钟 看看里面的环境是怎样的 那今天呢 今次和大家去讲过的话题 就是想和一些 因为近期 其实呢 我之前呢 过去几天 就讲了一些 关于香港一些 网红的人物 去和大家 聊了一些话题 包括 刘世良 舒若如 陀杰 到昨天 还有一条 关于曾志偉 那些 而今次 其实呢 在过去几天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 尤其在美国 又有特朗普的枪击案事件 第二次了 那时候香港也有些事情 发生了 那今次我想找其中一件事 和大家去讲 就是 关于黎智英的 关于黎智英的 就是我今早 去打球之前 听到 从一个 自由亚洲 那个YouTube 时事新闻的频道 看到 原来 他的儿子 去了美国 那里 美国的听证会里面 希望 呼吁一些人士 去帮助 他的父亲 黎智英 如何去 要求中共 释放他的父亲 其中 还有一些事情 近期知道 原来 黎智英 因为黎智英是天主教徒 他有一些神父 想和他做一些聖餐 停教署 不准 原来他要单独囚禁 每日囚禁 单独 23个小时 有多 他说 给45分钟 他 所谓的自由放风 这些 从一个 相对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 即使 对一个的囚犯 都要相对人道 需要相对 要善待他 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 你怎样去凌辱他 或者侮辱他 这样 而这些 你又不给他 他有宗教信仰 他只是领圣餐 那些神父 来和他领圣餐 你有懲教职员 在旁边看着 也不行 不准 还要单独囚禁 他每日 23个小时 有多 其实这些 在一些自由民主世界里 这些等于 你即使对一个囚犯 都是等于一种的虐待 是一种心理的虐待 而问题就是 无论 再说笑 无论你对黎智英 那些的政见 认不认同 是另一件事 因此我说 某些事情 嗨 Hello 那一件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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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Hi 前面 刚刚有几个 好像是小学生 你好 他突然之间 走到我身边 又玩 H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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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Hello 那我 我就 刚刚在这 说话 他突然走过来 又说Hello 好像很好奇 其實阻止我 说这个话题 Hi H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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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过那天的频道 就知道 我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 但他当然 做了一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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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我 阻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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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我说这个话题 好奇董 但又好奇董 好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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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Colin 我说的 Colin 我说英语 但是我的英语不错 你明白我说的 你明白我说的吗 不是 真的吗 你回答我 你说你不懂我的英语 但是你回答我 我回答我 Your mother 叫你 那她的妈妈呢 叫她们回去 那我刚才说的 说到黎智英的 前面有一个 她的爸爸在那里 刚才说到黎智英的问题 他是等于被香港的港共政权 虐待的 这些 我觉得 如果从宗教 你无论你 认不认同黎智英的政见问题 就另一件事 但是从一个自由社会 大家知道 她只是表达她的政见 她要求有真民主 等等这些事情 而被港共政府 逼迫要她坐牢 还要这样 特地好像一种 报复性 她要她单独酬 又不让她领盛餐 她是天主教徒 而近期 这个天主教的教宗 方济国 我现在忘了名字 去到亚洲区访问 最后一站 在新加坡 上飞机又被访问 就说到她 说到她 她欣赏 严慕 尊重 欣赏中国 那些 中国意思 不知道她说是欣赏中国人 还是欣赏中国政府 过往她也说过 跟中国打交道 要有耐性等等 以前我说过一些 关于宗教的话题 简单说 我觉得宗教 其实不单止是天主教 凡有宗教问题 可以说宗教一方面 她就是希望解决人类的问题 实际她是解决不了人类问题 反而就制造更多人类的问题 甚至制造更多 导致人类的痛苦的问题 简单些说回 如果黎智英她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 过往 小小的公开说 又是那些所谓负罪卷 或者迫害科学家 加利律等等 甚至导致一些宗教战争 只是简单这三样事情 都可以 反映这个宗教 这个天主教 对于这些事情 是没有好处的 反而制造很多的痛苦 亦等于某种程度 一些虚偽虚假的行为 至今次讲这件事 亦等于 亦都反映到黎智英这件事 反映这个宗教 这个天主教教宗 亦等于某种程度 一种的虚偽 的行为 为什么呢 既然 大家都知道 在宗教角度 这些天主教 基督教 彼此的信徒 会互相称 彼此是兄弟姊妹 如果黎智英是他们的弟兄 有被迫害 这些宗教 尤其是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对于普通人 有很多的权力 为什么他不发声 为什么他不去帮黎智英 去出声 有没有说过呢 就我所知 如果基督教好像没有 如果有的 有人知道 可以留言告诉我 只单独从这件事 他没有帮黎智英去发声 而现在他有一个弟兄 正在受苦 被虐待 有机会类似 好像刘智波 死在狱中 这个教宗 有没有帮他发声呢 有没有尽他的能力 去和中共的政权 去要求释放呢 这些当然大家都知道 涉及一个政治 他也不想得罪 从这个政治 他不想尽量惹麻烦 不想得罪中国 但是如果从一个人 一个道德的角度 从一个政治的角度 他是应该要发声的 甚至乎最下一步 就是那些天主教徒 这个大家在说 他是弟兄姊妹 弟兄有难 在受苦 为什么天主教徒 不去帮他发声呢 香港的天主教徒 你这个弟兄有难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自己 现在说了一句话 被政权迫害 你想想有人去 帮助你 支持你 大家明白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 就这件事 可以反映 等于天主教的教宗 他是虚偽 作为他有更多的权力 为什么他不是 黎智英去发声 等等这些事情 另外 也都再说 多一件事情 而这些的虚偽 其实也都反映人性 我们普遍的人性 大家你是人 我是人都知道 人性是有虚假 虚偽 就是你可能做一件事 表面上 在那个宗教那里 总是很多人会觉得 宗教就是 勸人和事 做好事 等等 就是好的 教祖都会勸一些 呼吁信徒 为什么做一个好的信徒 为什么做一个好人 等等 但是好人里面 包括一些什么呢 就是包括你会 有一些所谓 见义勇为 见到一些不公义的时候 敢于去发声 你不会 一方面见到一个 在街边见到一个 恶人 欺负一些弱小 你就站在一边 就在旁边 我支持那个人 劝那个人 不要打他 但是其实你有能力的 你有多些能力 你应该上前去制止他 但是一方面你又害怕 或者你随便等一些棍子 希望他去反抗 对抗他 保护自己 但是你有能力 你又不去帮他 这些是某程度 一种的虚偽 那些行为 人性的虚偽行为 等于我不记得 听过哪个哲学家 还是什么人 去说 人类是绝少 纯粹正义的 等等的问题 因为 人有时候 你即使表面上 所谓做一些好事 都 比如简单来说 现在乌克兰 被俄罗斯去侵略 以欧美世界为主的国家 基本上 他们都表示 支持乌克兰 支持得来 他们都会 供应一些武器给他 对不对 表面上好像 他们都是为了一些正义 其实你再深层 其实也不是 他 是怕这个乌克兰 被俄罗斯 普京去侵略 打败之后 下一个的目标 有机会就涉及 其他欧洲的 其他国家的利益 所以也都会这样去帮他 如果你就是 纯粹因为 表示正义去帮他 就立刻 出兵 出兵去帮他 你俄罗斯大国 人体又大过 乌克兰那么多 俄罗斯去侵略他 每一天 乌克兰都有人死 如果你是 想去表达这个正义 那你就直接去 其他国家 你这么多国 去表现出兵 向普京去表达 你再打他 我或者即刻 我就去出兵 你再打 你不想 你有没有核武器 我也有核武器 包括美国 那些什么长城 什么道打什么武器 又禁制他 不可以打去这个 俄罗斯领土 又是一种的限制住 那为什么呢 既然有正义 为什么不直接 大家一起去帮他 就搞定了 俄罗斯一个国家 打乌克兰都打到这样 打到这么颓废 这么快 都打了整个三年 都打了 你其他国家一起帮他 就搞定了 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 这些又是一些 口里说一套 事实 身体最诚实 又在做另一套 这些就是反映着人性的 各种不同程度 那些虚偽等等 那些问题 那后面又再说两件事 包括现在黎智英 因为黎智英是有名的 既然讲一些宗教问题 再讲一件事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不太记得清楚 好像大概有些 耶稣的门徒就问了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就是财主奉献 一个就是黑丐还是妇人 就奉献 那财主当然奉献得多 那妇人或者黑丐 就奉献很少 那那个门徒就问耶稣 他们这两个 谁在天国为大 那些就是 谁做那个善事做得多 那耶稣简单说 一个比喻就是 那个妇人 虽然她捐了一个很少的钱 但已经是她的全部 在耶稣的角度 就不会分 才子的能力 就大些 因为她捐得多些 就大些 在天国的待遇 亦都会好些 她就不是这么计 耶稣表达简单的意思 才主她有多的钱 但是她捐了很多 都还有大把 而那个妇人 她捐了少少 可能已经就是她的全部 已经尽了她的能力 那同样 黎智英这件事 再讲一件事 有些会认为 黎智英是名人 其实这个不分明不明人 她从这个政治事件 她是迫害的 但一些不是知名的人 她一样会受到迫害 这个不知名的人 是否表示她 就不值得去关注呢 从一个道义道德的 即使不知名很多 一些不是共知名的 那些政治犯 她一样在坐牢 因为黎智英有那个知名度 她过往做的事 亦都因为她有多些的能力 她有她那个传媒 那个地位 这个就是引用耶稣的 同样因为 有关宗教性问题 讲到一件事就是 无论黎智英也好 一些不知名的政治犯 其实都应该受到社会大众 那些的人士去关注他们 我们同样应该要去呼吁 除了呼吁这个教宗 去给中共 给中共眼力 要去释放黎智英 同时也要释放那些 为自由 去坐政治监的 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其实都要要求 这些有多些能力的 这些世界的名人 有权力的名人 去为黎智英发声 为一些不知名的政治犯 去发声 这条影片简单 主要去表达我 对这件事 一些的看法 一些的信息 给大家去参考 其实一些香港的天主教徒 其实你们应该 是弟兄来的 是你们的弟兄 更加要呼吁 或者怎样去联署 找办法 要求教宗去出声发声 去帮黎智英 因为黎智英有机 就好像刘朝波那样 差十几岁人 身体变弱 会不会死在肉中呢 说完这件事 再说多一点 其实在香港近期 还有一宗事件 就是近期有一宗事件 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好像是四十几岁的男人 被警方 他的家人打去警方求助 警方警员 就开枪射中他的心脏 而导致死亡 其实这宗的新闻 我都想跟大家去说 因为有一些精神病患的事情 有看过频道的公众都知道 我对精神病患者 这些事件 可以说给精神科医生 那个处理 和精神病患者相处的经验 可能给某些精神科医生 还有经验 我在这方面也真的有经验 也帮助过一些有精神病患者的人士 一些故事 我想也就这宗的新闻 跟大家去分享 我一些在这方面的经验 和就这件事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的看法 简单来说 这个警员是等于谋杀的 为什么这么说 有兴趣想知道 留意我下一条的影片 讲这个话题和大家去分享 暂时这个影片和大家讲到这里 拜拜